杨务棚小朋友六个月开婚仪式现在开始 吃个小葱 葱葱明明 吃个小蒜 能说会蒜 吃个青菜 逍遥自在 吃个鸡蛋 腰肠万万 吃个鸡腿 顺风顺水 吃个鸡翅 胸怀大志 有点害羞 吃个蛋挞 遵纪手法 吃个薯条 变成富豪 吃个鸡米花 天天笑哈哈 吃个鸡肉卷 讨试没风险 真累了 喝口可乐 天天快乐 我宣布杨务棚小朋友六个月开婚仪式 圆满结束 我们开心就好 看那爸爸给大苗气了以后被吃了 吃不上看着抢了 这大苗长大不会恨咱们吧 说啥呢 摩哥 咱们一直是个注重仪式感的家庭 咱大苗在这种环境熏透下成长 那长大一定是个暖男 再说了 咱大苗今天第一口肉虽然没吃上 但第一口米粉老母亲已经给安排上了呀 之前在老家有好多宝妈提醒我说 就该给大苗添加腐蚀了 不然容易缺铁 今天抓紧安排上 苗 你干嘛呢 又给大苗买个可爱的小碗 我苗都从今年起就要探索出 木鱼以外的世界了 嗯 好 来吧大苗 早就等不及了啊 第一次吃米粉好激动 好好吃再让我抿一抿 这么开心啊 二姐 快上班了 心情老激动了吧 那还有你说啊 姐妹们 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职场 被奶妈妈了 现在内心真的百感交集 给大家看看我上班的装备 吸奶器已备好 嗯 下边是蓝冰 我刚刚冻到了冰箱里 说要冻10个小时以上 我也是第一次用 那待会有梦营什么年 你咋子醒来啊 没有梦营事 我那同事都是在卫生联系 在卫生联系啊 嗯 那不啥气啊 那我同事怎么弄吗 嗯 中午回趟家 反正挺麻烦的 那你主我也回来呗 人家都有扯了吗 你不是一个家照啊 哪呢 我家零六娘了啊 啥也别说了 大家都懂 木哥 你像我们这 吸奶背奶这些小事 都不是事 你知道我现在恐慌的是啥吗 啥 这我一上班起 这大苗白天见不着我 他想我呀 他不适应 他闹一天 咋办呀 呦 这想你 又牢牢在来想你呢 就是啊 太自烈了啊 还有一方面 木哥 你知道我焦虑啥吗 啥 我都半年没进职场啊 这一上班我害怕呀 就这是我怕我融入不进去 这半年我都忘了我是干啥的 我连我们公司订的密码 都不记得了 你相信自己啊 自信点 嗯 不自信 看啥怕 职场麻烦都在做这一步啊 唉 我跟大家作证啊 国姐这几节确实压抑很大 嗯 我承认 那你说咋办 咋办 客服呗 你玩水开都在 熬过这几天就好了 慢慢来吧 妈妈 就这样吧 说了那么多 该面对的还得面对 马上我就成为一个 飞奶妈妈了 不知道大家都是啥时候断奶的 我想的是顺其自然 咋也得等到娃一岁之后再说 辛苦了 国姐 咱俩同美打工人 明天开始 一起并接作战 哎妈 那我得赶紧睡了 我还没起过这么早的 对了 我还没起过这么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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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